黑貓的小視頻要開始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準備開始吧 OK 接下來我們要做今天的第二種花朵 是什麼樣的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概念品 怎麼樣 還不錯吧 這個是我以櫻花為那個構想 然後做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櫻花枝 但是這個枝幹呢 目前還是比較小的枝幹 可以給大家來看一下 有一個比較長的枝 然後呢 看背面好了 這個側面呢 生出來了三根這樣的小的枝幹 是這樣的一種效果 OK 接下來呢 我會用彩色的 這個是用粉色的 接下來我會用彩色的摺紙 再把它去進行一個加強和改善 那我來看一下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這樣的彩色的摺紙一張 它呢 有正面 然後有反面 然後反面會素雅一點 正面可能會稍微花哨一點 我到時候想來看到底用誰 這是我們要準備的第一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呢 是它 有點慘不忍睹哈 這個是膠槍 然後我們要用它來固定花瓣 這樣子的花瓣就非常的有 那個 怎麼說呢 立體感 但是哈 這邊我是要用膠槍 但是其實用固體膠也是可以做到 像是效果的固體膠或者液體膠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它們乾的稍微慢一點 所以說你的這個做的速度可能會掉下去一點 那麼我就會用這個相對更快 乾的更快 然後立體感會更強一點的這種膠槍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需要剪刀 剪刀去剪出來這個花瓣的形狀 最後呢 我們要準備一張這種綠色的紙 去做它的質感 我們首先呢 把它這張紙 進行一個折疊 我們想要把它給五等分 所以說折疊的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先把這一折過去 然後留一點邊 然後再對折 然後再折上去 OK 接下來呢 我們要剪出來櫻花花瓣的形狀 這個花瓣的形狀呢 你可以用畫一下 就像是畫出來一個櫻花花瓣 但是我比較懶 我就不畫了 呃 花瓣怎麼剪呢 我給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剪出來一個 這樣的感覺 在剪的時候 注意兩頭呢 剪出來一點點平的地方 不要剪得太尖 這頭也是一樣的 不要剪得太尖 然後你隨便挑其中的一頭 在上面剪出來一個三角形 OK 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們把這三角形扯掉 其實這個呢 就已經是櫻花的花瓣了 一半 兩半 三半 然後四和五 一二三四五 五個櫻花的花瓣 其實這樣就搞定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櫻花的瓣呢 綠成這樣子比較軟的感覺 就是讓它翹起來 這樣子的話 立體感會變得非常的強 OK 這麼五半做好了 然後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做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做出來的這個花瓣的形狀 這個過程呢 我會用到這把膠槍 我們把膠槍呢 擠出來一點膠 然後 然後 把花瓣粘上 然後 把花瓣粘上 OK 做出來一個這樣的感覺 它呢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第一個櫻花 反面呢 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看正面就可以了 OK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做很多的這樣的小的櫻花出來 同時呢 同樣的大小覺得有點太單調了 我想再做出來一些其他的大小 其他的形狀的 OK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做出來的所有的花瓣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粉紅色的花瓣和紫色的花瓣 紫色的花瓣稍微要小一圈左右吧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做它的樹竿 樹竿怎麼做呢 我們要準備這樣的綠色的小紙片 然後把它剪成大小不一的狀態 之後呢 去把它揉起來 我們來做成那個棍 條狀 我們做出來很多長短不一的這樣的條狀的棍 然後呢 把它們全部連接在一起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做了半成品的了 這個 接著我打算把這一根呢 插在這個位置 OK 然後呢 你去把它進行一個固定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些花朵給全部粘在這個棍果上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加上去 畫在這個地方 搭配好幾種花瓣 然後呢 因為按摩 然後呢 切成小木五花瓣 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些花瓣 就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呢 再做一個小木花瓣 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样的一只樱花的感觉 就是手工做出来的一个立体的樱花的花杆 然后这个是我刚才就是试做的 这个粉红色的 其实两个都蛮好看的 这个就感觉更鲜艳一点 更花哨一点 这个呢就是更单 更蠢一点 更单调一点 但是两个都真的蛮好看的 哎呀我今天做的这个还挺开心的 喵 喵